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发推特称 美国农民会成为对华加征关税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中国可能会对美国农民有一定程度的报复 但是美国将致力于向本国农民提供援助 此外特朗普还称 美国消费者没有理由为对华关税买单 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表示 美国的农民和消费者都是无辜的 他们是被代言了 美方声称本国消费者不会为对华加征关税买单 这与常理相悖 美方的有关说法完全是混淆视听 美国的农民和美国的普通消费者都是无辜的 他们只不过是被代言了 近日美国大豆 玉米 小麦等农业组织发表联合声明 明确反对美国对华提高加征关税 美国玉米种植者协会负责人表示 美国农业需要的是确定性 而不是关税 耿爽指出 美国农民一直在耐心等待中美经贸磋商的成果 但这种耐心正不断消逝 美全国农民联合会指出 美农民正在应对农产品价格疲软 自然灾害等问题 难以再承受中方的报复性关税 还有机构表示农场主需要的是合同 而不是政府补贴 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国一直是美国农产品的主要买家 以大豆为例 2017年美国约有60%的大豆销往中国 中国是美国大豆的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在双方发生贸易争端以来 美国大豆对华的出口大幅下降 正如美国大豆协会负责人日前所说 美国花了40年才建立了中国的大豆市场 随着贸易战持续 这一市场将难以恢复 耿爽指出 美方声称本国消费者不会为对华加征关税买单 这与常理相悖 如果消费者最终不买单 那该由谁来买单呢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公开发表的一项研究 加征关税使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 去年每月损失44亿美元 美国有关行业组织近日来也多次发表声明称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是一种错误做法 如果继续将是美国家庭年均支出增加2300美元 耿爽表示 奉劝美方看一看国际社会的反应 听一听各界人士的呼声 算一算自身利益的得失 早日认清形势回归正轨